台中城市历史悠久 市府推动长期出版一系列书籍 命名台中学保存并推广台中文化 市长林佳龙也出席新书发表会 武术馆还有一些政府机关来呈现台中学的专柜 包括我们柳川整治 比如说像第二市场的生意就好了一倍 那么像甘城的开发 现在秀泰影城 每天挤进了很多人 那么甚至让我们台中火车站 已经达到了一天六万人左右 历史书籍选在今年出版 适逢台中旧火车站第二市场启用百年 而昔日古迹如今都顺应时代纷纷转型 新的台中火车站要将铁路高价化 去年十月启用 预计明年底全线完工 第二市场则是保留外观翻修内装 搭上柳川整治成功成为网美打卡新地标 台中车站的这个主题是在于就是说 因为它1905年到现在已经是110几年了 大众所有的这个不分贵贱那么多 一定会使用这样的一个这个出入口 推动用书籍保留历史 林嘉隆也让城市和古迹共存 同时翻修老旧街道积极发展新绿能 迎接2018世界花博 这些新旧历史都将成为台中行销城市 无可取代的软实力 环宇新闻红石城张元春台中报道 这些新旧的新旧的新旧